大家好,南花呀,我们不管是翻盆之后摘种或是买回来之后摘种之后呢 这个南花呢养护一段时间,补盆之后呢,它就会长出这个新根出来,也就是水晶根 但是有的话有了在把这个南花摘种过后呢,很久都不见它长水晶根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?其实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没有进行修根处理 那么南花它有时候呢,这个根啊非常的扎乱,而且非常多的老根 那么我们呢,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修剪 给南花呢,把一些过长的根或者是比较扎乱的根老根修剪掉 有利于它萌发这个新根水晶根 如果南花这个根系不修剪的话呢,如果有些根系特别的长,那么很容易折断 而且呢,根系太多太长,那我们在上盆的时候呢 这个根系和这个植料的话没有那么服贴,那么就不容易长新根 所以第一个,修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呢,它就是要做好这个保湿工作 南花的根呢,虽然是肉质根,对水的需求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盆土长期缺水,也是不利于这个根系的生长的 所以呢,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湿工作 要盆土的处于这个微微湿润的状态是最利于它长新根的 第三个就是植料的问题 南花它对植料的需求的是,要做好这个疏松透气 然后保湿溺水,再加上肥溺持久 那么这样子的植料的话呢,就能够让你的南花呢,很快的长出这个新根出来 如果植料没有满足这些需求的话呢,也是很难长新根的 所以呢,南花在栽种之后呢,我们满足了这三点 那么南花呢,基本上最快的话呢,20天就能够长新根,水晶根 好了,今天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